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颜艺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李先生 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老公出轨了 就是因为跳舞的事 我一说他 他就说我吃醋 我没办法 听他说了 提出离婚 他不肯 他说他不同意离婚 他可以返回 我也可以原谅他 那有什么要求吗 有 不可以去跳舞 不可以去跳舞 你不是说不可以再有感情出轨这件事 去跳舞还是跟那个女的跳 就觉得是还是出轨 就可能断不了 对 他断不了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没有出轨 压根就没这个事 跳舞有 这个是没有 我千真万确没出轨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在跳舞 对 只是一个舞伴 对 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 自己没有出轨 自己只是正常的和舞伴跳舞而已 可正常的跳舞 为什么会叫王女士如此怀疑呢 王女士说 那是因为丈夫的舞跳得太过火 就是交易舞两个人抱在一起跳的 交易舞确实是有些亲密 可要说就凭这个 就断定丈夫出轨 那也不至于 那么王女士究竟还有什么证据 能判定丈夫出轨呢 他就是那段时间有几个月跟那个女在跳 天天天天晚上 下午也去跳 晚上也去跳 太平凡了 嗯 天天晚上那么晚 天天是那样 跳到有时候 一点钟 有时候十二点钟回来 夜里面 晚上 跳得这么晚 嗯 他跳舞跳回来晚了 我就跟他说 玩得那么晚 他就说没有啊 我去那个那个什么 就我们附近有一个小卖部 嗯 他说我去那家打牌了 你不信你去问你 明明我知道他跳舞 他就说没有啊 我没有 我就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嗯 你不相信你去问他 越否认你越怀疑 对 后来有一天 嗯 我就去 我妹妹找我去 去广场玩一会儿 嗯 我说我去吧 我就看见他们两个跳舞 我也没出声 我就后来 我就跟我妹妹 完了一会儿就回来 嗯 回来 他又是那么晚回来 你又问了他 嗯 我又问他 嗯 他又说我 你怎么老吃醋啊 我就是去 那个那个家 打牌了 完牌了 没承认他跳舞了 对 他就挺累 所以这会让你 更加怀疑他 嗯 我知道他骗我 当时有没有告诉他 我和我妹妹 看见你在跳舞 我没跟他说 我就觉得他们两个跳舞 不是正常的跳 其实我跳舞 他知道 那时候在广场跳的时候 嗯 一般跳到九点半 天气热的时候 还是 人还是很多很多的 跳舞结束了 再玩别的 聊个天啊 好多 不是我们两个的 好多人在这里玩 为什么要骗他呢 明明去了 你不疯他 他就伤心 我就怕他心里感受不好 就干脆用谎言骗一下他 说不定他这一下 就不吵不闹了 对 可是正常的跳舞 又何必要瞒着妻子呢 大大方方 直接去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李先生 要撒谎呢 原来李先生原本的舞伴 正是妻子王女士 可后来 他却出于私心 偷偷换了人 李先生觉得 和妻子跳舞不尽性 偷偷摸摸地 换了个个子高的新舞伴 一跳就是几个月 可是李先生是跳尽性了 妻子这边 却被气炸了肺 后来 我们因为那个事 就吵了好几次 他就有一个月 两个月没去跳 李先生忍了两个月没去跳 但心里 其实一直蠢蠢欲动 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 我真的我喜欢跳 然后我就叫他去了 要他跟我一块玩 让他放心 要他放心 我就带他去 李先生心想 带着妻子一块去 总能打消妻子的怀疑了吧 可两人都没想到 这一次出去跳舞 不仅没有解决两人的矛盾 反倒叫两人的矛盾 再次升级 农历 七月初一 他就叫我去 你今天晚上跳舞吗 我就去 走我就去 跟他跳了九曲 他就说 我个子太矮了 跳得 我就不顺心 不愿意给我跳 还是他说 你跟那个老头跳一曲 我就跟那个老头跳一曲 后来我看见还一个人 我就跟那个人 跳了两三曲 他一下子那个脸就马上跌下来了 就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就在场上就骂 他一下子就给我吵 吵了后来就回来了 回来了在路上 他就骂我 你这样跳舞你要吃亏的 我说我吃什么亏啊 我又不是天天跟他跳舞 我跳了今天晚上 我明天就不跳了 我说你跟那个女的跳了几个月 你们晚上天天跳那么晚了 他就立马就下电动车 就打我 打的眼睛啊 牙齿 对的牙齿就掉了 后来我就拍在这里 拍 后来我就拍在地上 拍在地上 他就拉我上电的时候 拉我上电的时候 这后来我就回家了 我回家了 你到现在想明白那天 他是为了什么会这个样子吗 我就是说了他那一句 我说你跟那个女的跳舞 跳了几个月 天天晚上那么晚回来 在这个时候他动手了 嗯 我可以解释 这个男的不是过来跳舞的 那个男的是好色的 他根本不会跳舞 他揉揉包包的感觉 那你应该是对别人生气 干嘛对他生气 我会鼓励面子 我叫我老婆方便一点 我说你不要跳了 我骑个电名车 带他出来 带他出来 异短一点说话 我只要你跳舞会吃亏的 他说你敢动我 你动我四个看 他说激我激的 我不是一只两只 然后我就反不过气了 当时我是想往后脑上打一下 他这个头扭过来就打了他的牙 掉了个牙 说心理法 我当时挺心痛的 第二天我就带他去医院 原本带着妻子去跳舞 是为了打消妻子对自己的怀疑 可没想到 李先生自己却醋意大发 甚至引发了一场家暴 经过此事 李先生也学会了换位思考 觉得妻子吃醋 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而这一次 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我说你反应我不是吗 我就要你接触这个女的 跟她一块完 她舅舅是个什么人 要你去了解她 要我接触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怎么怎么好 那个女的一个人 那个女的也是敌分的 那个女的好善良 然后威乐 不是你想的那么样 我说你 你要我跟她接触 你们两个肯定是有目的 李先生先告诉大家 你把她带去 让她去接触的目的是怎么想的 让她放心 让她去了解这个女的 了解她的为人 是不是好像说 说她想象这个人 这个伍伴是一个挺好的人 对 没有什么歪七八八想法的人 对 我只要让我老婆 对她有了了解 对 那我老婆肯定就会放心 对 她不可能把我的家插上来 她也不是这个犯女的 如果她真的是这个犯女的 这个家早不存在 那个女的后来就给我 不是 她说嫂子 你对不起 我不是得想你 想得那么一样 我是跟你老公挑股而已 买衣服的我 买裤子给我 还有时候买好多吃的 给我 后来就两个人慢慢地接触了 私下的来往就多了 对对对 我老公那个意思 就是要我跟那个女的接触 甚至我怀疑 我们两个真正常常出去 你也没什么法说 你们这样接触来几次以后 你心里有放心一点吗 我们三个人去跳舞的时候 没有那么晚回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广场跳舞 就是那个九点 动九点半 这边四点到家 如果已经是这样了 你有没有觉得安心了一点呢 有没有觉得放心了 对这个她的舞伴 有 有一点 看来李先生的办法还真奏效了 在李先生舞伴的殷勤示好之下 王女婿终于被打动了 甚至还和李先生的舞伴 做起了朋友 可是原本应该皆大欢喜的结局 却被李女士一次无意的发现 给打碎了 他们两个老发微信发短信 心肝宝贝520一生一世 心肝宝贝 这样暧昧的短信 又一次引发了王女士的怀疑 可对此 李先生却是一口否认 我没发 我估计他也不开发眼了 但是一次看花眼 两次呢 今年三月 王女士在李先生的舞伴家里 亲眼撞见的一幕 李先生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还没回忆了 你这边还没回忆了 那边还没回忆了 我发现了